如果是准备妥当的话 不会这么草率 就是提人选 民进党国民党都应该 就在地方上 我觉得长期以来就是 有没有好好的经营 那如果没有才会临时这样去拉人 各党蓝绿五十大板 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口中说没准备的 就是蒋万恩辞立委后 中山北松山的立委补选 大家都没准备好 对这个选区的民众 补选话题总是围绕着黑道 更让黄珊珊感叹 曾几何时 民进党也跟黑 画上等号 当成决策者 这番话想必代表绿营的吴一农感受最深 晚间到小巨蛋前宣讲 听到来应对手王洪威下站帖 要辩论核二核三言议 我不知道王议员是否有跟侯友宜市长谈过这件事情 侯友宜自己就说过 如果没有核能安全 如果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 那就不适合谈核电 没有资格使用核电 吴一农搬出新北市长侯友宜凸显来因矛盾 指台电早就评估 言议不可行 提王洪威说法不负责 但要不要接下这挑战 你会不会接受他的辩论 这个我刚刚回答了 虽然没给答案 但立委补选蓝绿攻防 除了黑道总算又有新战场 TVBS新闻周一峰礼品 SN小组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